好 掌掌掌 民众只好省省省了 这家广告公司呢就发挥了倡议 希望民众不要坐电梯怎么办呢 干脆把这个电梯布置看起来荒废已久 如果大家还是要坐电梯的话 进到里面一看会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电梯门打开了怎么出不去 黄色禁止线封住出口 上面还挂满了蜘蛛丝 回头一看死神紧盯背后 搭乘民众吓出一身冷汗 电梯门一开就发现到 都是一些写事公众 还有一些蜘蛛网的东西 感觉他们布置得蛮用心 吓到改走楼梯 恐怖海报就是要让你感觉毛毛的 因为它可是逼人省电的创意法宝 死神死命拖着电梯打算抓交替 但想想看一群人搭电梯 死神气喘吁吁不一定拉得动 但如果只剩下你一个人 落单乘客 郑重死神下怀 这个概念是有点恐怖啊 就是电梯里有鬼 你要搭电梯要多一点人 比较鬼会吓到嘛 嚼劲脑汁想出鬼点子 电梯门口贴上禁止线 还把棉花装饰成蜘蛛网 再搭配超级生动的海报 进行设计这个恐怖电梯 就是要鼓励大家动动脚 节能减碳做环保 我爱地球 创意发起人说 原本还打算把佛金也放到电梯里 增添恐怖气氛 但就怕太夸张了 到时电没选到多少 已经吓坏一群人 昨天新闻 车尾熊胡佳珍 台北猜不到